为啥换这车 2021款宝莱 该选哪款 为啥换这车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 宝莱买哪款值 其实宝莱在前些年 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现在它的位置 被速腾给代替了 所以它的价格也下来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说车 宝莱2021款 一共在售了10款车型 售价区间是 11.20万到15.70万 1.5升车型 分手动和自动的 手动车型是两款 就是时尚支联版和 舒适支联版 自动车型它是4款 时尚支联版 舒适支联版 精英支联版和豪华支联版 1.2T车型是两款的 舒适支联版和精英支联版 1.4T的车型也是两款 精英支联版和豪华支联版 2021款宝莱 在2020年11月份上市 是中期改款车型 能发现新车增加了 一套1.2T动力的可以选择 而且在智能配置方面 它也是有优化的 我先讲一下三大区分特点 第一就是车身颜色了 全系就提供给了在 4个车身颜色选择 白色 黑色 银色 金色 我个人比较喜欢白色 比较内脏 而且干净 第二就是轮圈尺寸 入门版本车型 时尚支联版 它配的是15英寸轮圈 其他的都是16英寸 顶配车型的话 可能会在轮圈样式 跟其他的不一样 第三就是内饰配色了 时尚支联版和豪华支联版 它是全黑色的内饰 舒适制联版和精英制联版 它是黑红的内饰 到了顶配车型 豪华支联版 它就是黑米的内饰配色了 动力方面 除了原有的1.4T加DSG 还有1.5升加6AT的两款动力以外 增加了1.2T加DSG 整个车系的结构 大家已经很清晰了 对不对 1.5升动力的话 它是属于低配的 1.2T它就属于中配了 是不是1.4T它就是高配 问题来了 买哪一款合适 值不值得买 其实宝来低配车型 给的配置也都很不错 而且买低配的车型人 不在少数 因为大众 它在低配车型上 也不会吝啬配置这方面的东西 你就拿1.5升 手动时尚支联版来说 11.2T的一个价格 它配备了电子手刹 倒车雷达 发动机启停 还有自动驻车 上坡辅助 LED大灯 后视镜的加热这么多功能 已经能够很好的满足 日常用车的基本要求了 但是它是入门的车型 我们还是要花点钱 换点实用的配置的 宝来的1.5升车型里面 性价比最高的 我个人觉得 是1.5升自动支联版 13万6的这个价格 一些主被动的安全配置 给的很全 还有倒车引降 定速巡航 车联网 真皮方向盘 空调后座出风口 这些功能还是给的挺实用力的 1.2T车型动力只有两款车 那这两个车型的配置 和1.5升自动舒适制联版 还有1.5升自动经营制联版 差不多 不过价格稍微贵了那么一点 贵在了动力系统上 不是特别好的选择 我觉得按照大众集团的规划 未来这款1.2T动力 它会取代1.5升自习 宝来 这次新增的1.2T 应该就是为了过渡一下 让消费者可以适应一下 那宝来1.4T的车型 也只有两款 这两个车的价格 已经到了15万块钱左右 那跟速腾有很大的重叠空间了 所以不要考虑1.4T车型了 总体来讲的话 你就买1.5升自习的 自动舒适制联版就可以了 日常家用 省油实惠 空间也足够大 还想了解什么车 评论私信都给我整成 别害羞 好了同学们 下课啦 nice 你还是要填着 就像冲发声 转发声 转发声